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来来看这边 我们要开始把今天 滑路新闻的核心重点 再把它谈完 直接像这一档格子里面 来看这一块东西 首先要谈 我们谈所谓的多媒体新闻 多媒体新闻 基本上就是要写一个什么 多媒体的文本 基本上就是要写个多媒体的文本 在核心 我上课就是这样上 就是我的规矩 我一定让你理解 为什么要教这个东西 因为电脑可以呈现多媒体 所以我们需要做多媒体新闻 天底下没有这回事 因为女生会生小孩 所以一定就要生 你也可以不生 男生也是这样子 男生不能生小孩 男生就一定不能生 现在好像可以移植到肚子里面去 很多理论上的东西是这样子 不会因为是多媒体 因为网路可以跑多媒体文本 所以我们就要用多媒体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而是真的 我们要谈说 网路的媒体 平板电脑 加上什么 手机新闻 手机那个像现在的那个应用 Android 或者iPhone 这种所谓的一个什么 数位的阅读形式 它当然可以表现多媒体 但是如果 为什么新闻要多媒体 新闻用多媒体来呈现 跟以前的报纸 电视跟什么 广播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这个不一样不能讲出来的话 上这一堂课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 那它不一样在哪边呢 各位 第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 多媒体的文本 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把不同的写作元素放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什么 表现形态 跟你的全新的什么 写作的经验 你不会啦 上我的课我慢慢教你 你才会 对 把不同的媒体 放在一起来表现你的想法 这基本上是多媒体文本 你先不要管这样做有什么 好我们要先理解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你不一定懂 但没关系 我先讲一下你先理解 基本上多媒体文本 一定有两个很大的 跟传统媒介不同的优势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它在呈现意义的表现上 跟以前的媒介不一样 如果它在意义呈现上 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比以前更不好 学这个干嘛 对不对 我们不会往后退啦 对不对 就像你现在绝对不会去买 那个什么巴比 不一定 你现在不会去看 你会不会去看拼打球 是我听听的朋友 在看我都很熟 小智啊干嘛 那一只叫什么金刚 金刚蛇什么东西的 金刚蛇嘛 第二个是什么 是表现技术的问题 那多媒体文本 如果它有呈现意义的话 我们的表现技术 技术面的一个什么 核心在哪边 这两个东西 是这一堂课你要理解的大方向 我的课就是这样子 一定要把大方向掌握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 意义的呈现 第二个是什么 表现技术面的什么 学习办法要到哪边 你把它掌握了 这一堂课呢 学习的概要 你就有理解了 我觉得我惨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那种 录影机精神才会来 对不对 刚才上有戏无理 现在精神就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啊 真的 器材玩久了 你会跟它产生感情啊 慢慢就会跟器材表现 都不一样出来的东西 好 那呈现意义有什么差别 我先 我先大概跟你谈一下 第一个 一样 因为是新闻嘛 我们要透过多媒体文本 尽可能的什么 保真就是什么 还原 还原一个世界嘛 对不对 我们新闻基本上是 做一个事情进行描述嘛 对 是这样子 我们透过多媒体什么 来还原事件 保真 当然是保真 各位 发生一个事件 以前你只用文字来认识它 或者你只是用什么 电视来认识它 现在你可以怎么样 又有文字又有证明又有影像 你对一个现场的理解 是不是更丰富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换句话说 多媒体文体的本身 在对现场还原的保真能力上 它本来就跟其他媒体不一样 第二个是什么 互文性 什么叫互文性 我们在看多媒体文本 在理解它的时候 你是透过很多媒体 不同去理解它 对不对 这一种理解的态度 跟传统是不一样的 传统是现性的叙事 懂不懂 没关系 第三个什么 在互文性的状况之下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对话性的理解 总之啊 这两个东西比较复杂 我有空再慢慢解释 保真 互文性 跟对话性 创造出一种什么 一种全新的文本的阅读 这种的态度跟方法 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所习惯的线性的文字也好 广播也好 电视也好 线性的叙事 是两种不同的什么 文本的叙事 文本的表现形态 而当然这一种东西 在我的课堂里面 这个东西 当然比这个东西 来得更好 因为这个东西是现性的 是固定的 是死的 充满了什么 作者的意识心态 对不对 作者要怎么讲 你就怎么接受 对 你完全没有什么 思考 你这个文本 让你没有思考的空间 但网络的文本 让你对这个文本 有什么 有思考的空间 你懂我意思吗 换句话说 我们在对什么 文本的阅读 是比较民族的 民族会比较好 好像比较好一点 不然你干嘛选总统 对 你觉得总统要不要选 他说民族还是好一点 点点 就是这样子 一样啊 我们在对什么 对新闻文本的阅读上 就比较民族一点 有差别 对 这叫做什么 独裁的新闻 懂意思吗 这我不是乱讲 八和七正是什么 这个叫独白信的文本 知道吗 独裁的新闻 对 你只能看嘛 你不能怎么样 对 这个叫做什么 民族的文本 对 我们创造出一种 民族的文本 来跟什么 独裁的文本对抗 对 这个才叫做什么 学习多媒体的呈现意义 就是这样子 不然学他干嘛 学他四大背 对 一点一点都没有 就是第一点 好啦 那你理解了 你开始很兴奋的 OK 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透露一种 民族的文本 我要怎么样 才有可能把它写好 你需要很多技术面的资源 所以呢 有四个很重要的技术面 第一个 HTML 要会 第二个 你对一些简单的什么 网路下文字的表现 段落 排版 对不对 字型的变化是最基本的嘛 你这个能力也要会 第三个 你要有能图像 你要会开费路 第一个 你不但要有什么 图像的摄取能力 你还要有图像的后置能力 那图像的摄取跟后置 是那么多 你要学到多少 我三个会跟你教 不多 每一个大概都五六招而已 这边通常加起来大概十五招 我算过了 换句话说 你要学会十五招 你不要学佛像的 学个办事 佛像的我只教三招而已 你不要 哇 这么多软体要死了 不会 每个软体都学一点点一点一点 那一点点就够了 就不够 你去创造一个什么 东媒体文本 对 HTML 文字 图像还有什么 互动的思考 刚才各位看到我用Galaxy 你在看的时候 会不会点来点去 点来点去 你要如何创造 文本中 互动的可能性 这就更漂亮 为什么 你从以前写东西 写到现在 你有思考过说 文字要怎么创造互动吗 你有能力吗 可是你看 让APP脑东西 滑来滑去 点来点去 按来按去 你以为那是工程师的事情 不是 那绝对不是工程师的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你要有能力思考 工程师才能按照你的想法 把它做出来 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你在写作的能力当中 你有互动的能力吗 所以这场课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结构会不概念清楚了吗 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新闻 表现的可能性 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有能力创造这个东西 这个是东媒体文本当中 在文本的基本规格上 所带出来的 弊览的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创造出来 第二个 要完成它 你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的四个内向 就在这个地方 HTML 文字 那是基本概念 HTML 文字 图像 跟什么 互动的文本写奏 你掌握了这四个东西 你游玩了很多时间了 大二大三大四时间 都来考 这每个课都是我在打分数了 慢慢你就知道了 你就会开始 利用这样的技能 去创造出多媒体文本的新闻表现 我在讲一遍 这一堂课不是学软体 你不要以为你学Juneweaver 就是多媒体新闻 不是 Juneweaver是盖网站用的 盖网站跟新闻一点 关系都没有 盖网站是新闻 当然不是 盖网站跟新闻有什么关系 新闻是对一个事情 对事情的描述 你不是学PotoShack 你不是学威力导演 你不是学平面 那些东西都是什么 技术魅而已 技术魅很多 我们只教几个部分 你会很好 但这个技术魅 是为了支持 我们创造一种 可能的民主式的 一个什么 新闻的阅读的模式 新闻的展现模式 这是所谓 我们一起新闻文本 比较重要的逻辑 而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时代 可以这样发展 这是第一个 讲得比较高生 什么民主 或干嘛 讲得吓吓人家也很好 第二个 谈得比较实际 第一点就就位市场而已 报纸网站要倒的 相信我 报纸网站还会再倒 就是这么简单 你自己都不看报纸的 网路呈现新闻 最重要的媒介 就是网路 这个网路 有可能是电脑的萤幕 有可能是电视的萤幕 你刚才说 你就会推的 Internet 电视 是这样子 平板电脑 那你的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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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脑 对 那什么微电脑 还有什么手机 对 看你Android的iPhone 是不是这样子 萤幕的媒介 就是这个东西啊 那个东西你就必须 这个东西要呈现嘛 是这样子 它才是所谓萤幕上 呈现 文本的最好形态 你把这个东西学会了 比就业的范围 跟面向 当然就比较广 有了啊 有 好 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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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喜欢 aron Motion 我觉得 很多样子 都没有 compared 冷